昨天有消息传出 柔佛州政府今年破例批准商家有限度的售卖烟花 同时还允许民众可以公开燃放不超过八尺长的鞭炮 这项消息传出之后 不少人昨天在网上都显得雀跃万分 纷纷转发这项消息 不过事情来到今天 全国警方防范罪案以及社区安全局的总监在那阿比丁他就强调 鞭炮还是属于违禁品 任何人公开售卖烟花或者是鞭炮还是属于违法行为 所以他就促请民众不要以身释法 所以这个鼠年可不可以公开燃放鞭炮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来临的新年可以公开燃放鞭炮 柔佛州总警长穆罕默卡玛鲁丁今天发文告澄清 截至今天为止 他们都不曾发出任何准证 允许民众可以公开燃放烟花 或者不超过八尺长的鞭炮 文告指出公开售卖烟花和鞭炮的做法是不被允许的 只有获得准证的商家才能够在特定的条件下贩卖鞭炮和烟花 他也补充说警方只允许一些含有宗教因素 或使人民获益的节日庆典燃放烟花和鞭炮 如果此条例有何变动 警方将会发出进一步的指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